Yummy素食養生料理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香姐 今天跟大家分享素食養生料理 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煮这一道泰式鱼 准备的材料有 薄荷叶 柠檬 红辣椒 还有各几种的调味料 首先把薄荷叶先放进锅里煮一煮 当薄荷叶煮熟 就能把它捞起来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把姜花切成小块 泰式鱼不能少的就是红辣椒 一起的切成小块 然后先把红辣椒 姜花 小辣椒一起搅拌 然后再把刚煮熟的薄荷叶切成小片 再把薄荷叶搅拌 然后把全搅拌好的都放进锅里 加上调味料 开火煮熟的煮熟 别忘了浇入适量的水 这个时候就是把酥鱼沾沾 这个时候就是把酥鱼沾粉 再等油六分熟 然后把酥鱼放进锅里 几分钟后 哇 好香啊 香喷喷的素泰式鱼已经可以上锅啦 特别鸣谢 您可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美味菜肴马上送上 希望您也能在家煮到香喷喷的态势鱼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